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司马会客厅 今天呢我在海南坐在小院子里边啊 远端那边呢是有个大专家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军事学博士大号票摇校尉 这期我准备向票摇校尉先生请教一个问题 这乌克兰今年2024年准备打全场啊 还是半截能停啊 如果半截能停的话 那是不是和谈这事就有希望了 我看了看国内外媒体的报道 说美国啊现在是逼着泽连斯基谈判 而泽连斯基呢这个小脸捧着他不愿意谈 他主持啊乌克兰是坚决要跟俄罗斯死磕到底的 他表示说打上线最后一个人要跟俄罗斯灭完 还有这个乌克兰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叫拉达 就类似议会做出决定绝不跟俄罗斯谈判 还有呢乌克兰媒体啊宣传了很久了 那就是说普京不下台我们不和谈 普京不但没下台 而且2024年3月17号开始大选 现在民调的结果 普京如果说他第二没人说第一 普京的位置很好 民调结果知识非常之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泽连斯基如果说我和谈就等于说自己抽了右脸再抽左脸 泽连斯基特别要脸这小伙子不愿意干这种事 但是美国兰德公司在去年11月就讲了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人已经赚得拨满盆满 再打下去那就属于零亏平衡点了再打就没有意义了并且现在有了新的兴奋点 美国和以色列相互之间是彼此控制 所以以色列这边美国需要支持 那在支持俄国战争 美国就心有余力不足了 所以前不久泽连斯基跑到美国去说能不能给600亿美元 拜登说我兜里就这么点总统特别经费就两个亿 你先拿着先花着 你这是耍谁呢 我要600个亿啊 你给我两亿美元 美国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我不想再出钱 美国都这样了 欧洲国家除了德国愿意在加钱之外 除了呢这个英国现在往前窜 其他国家都已经有一个概念叫做乌克兰疲劳综合症 打不下去了 那谈不谈呢 现在这件事情其实还挺复杂 我只知道一些皮毛的情况 关于到底谈不谈 谈了结果会怎么样 谈的条件又是什么 俄罗斯会收手吗 乌克兰会忍下这口气吗 四千万人打剩下两千万人 剩下的两千万人 撒压的颠儿的 乌克兰还能坚持下去吗 坚持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那个人必定是泽列斯基 还是其他什么人这种坚持 到底有意义没有意义 关于这些问题 一股脑的甩给票谣小位 请教票谣先生 您发表改言的时间到了 谢谢斯文老师给的机会 首先呢 关于您最开始说到的2024年 有没有可能中间停下来 至少我们说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态度来看 都不打算停下来 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规划 已经做到2026年了 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很够意思的 那么乌克兰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 他也表示了 俄罗斯不推出我的国土 我不谈判 普京不下台 我不谈判 但问题在于 俄罗斯要把战的地盘吐出来 到目前为止 除了像阿富汗这样 极少数极少数的特例之外 那还是没有的 从这个角度讲呢 首先我们说 它没法砍 因为双方的架码 没有任何的可调和的地方 而更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会发现 就是从2022年的年末开始 就一直有媒体散布消息 说是西方想压迫乌克兰谈判 就像您说的 而乌克兰呢 自己不想谈 然后在去年的这个10月份 11月份的时候 西方媒体又爆出来呢 说是扎罗日内所代表的军头势力 正在企图跟这个格拉西莫夫的俄军势力 先搞谈判 因为我们军队军嘛 我这个军头势力是没有办法跟俄罗斯 这个国家代表谈的 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军队之间的谈判 先谈一谈 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消息 但是呢 我觉得对所有希望俄乌能够赶紧停战的 爱好和平的人来说 最大的打击莫过于俄罗斯官方的表态 那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跟乌克兰谈 因为乌克兰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 所以我们俄罗斯就算要和谈 也要先跟美西方和谈 等跟你的后台老板谈好了 我们再来跟你这个前台的执行人来谈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无论是从双方的条件 从利益的调和 都看不到任何俄乌能够和谈的这种前景 所以说呢 这个仗恐怕还是得继续打下去 而且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 他处在一个危机转换的时候 但还不能说是要彻底失败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和谈 也一定是双方都打不下去了 才会和谈 否则的话还是会打 那么就像您说的 现在美国是不愿意给强谈 我曾经还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估计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美国议会 共和党是完全无视民主党的需要 然后就直接那个拨款的协议 我们批了我们修圣诞假去了 1月8号圣诞假修完了 我们回来上班了 在谈论这个事 我当时还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想法 我当时还想着上班了之后 是不是可能还会多多少少给点 结果没想到就像您说的 给了两个亿 而两个亿是什么概念呢 按西方人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 一天的军费就要三个亿 如果是发动了好乱出击的话 那一天可能就要十来个亿了 也就是说美国今年给了乌克兰 打一天的钱 这个就像您说的就不咬胡椒花子 是一个概念 同时您也提到了 就是像德国呀什么的 这些欧洲国家 却开始窜起来了 这也是我说 为什么乌克兰现在处在一个转换期 就是奥斯汀最新的讲话也表 美国想出坑 但是希望欧洲的这帮马仔 能够替自己留在坑里 继续支持乌克兰 那么如果欧洲的这帮马仔 我们说他或者是足够的笨 或者是他们的利益 被美国足够紧密的裹挟 那么他身不由己也好 或者这个智商不在线也好 他取代美国成为下一步 支持乌克兰 跟俄罗斯死扛下去的主要力量 我个人认为 这种可能性在现在这个条件下来说 仍然还是存在的 所以还不能说是把乌克兰想的一无是处 觉得他彻底的就要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仗还可以再打一段时间 让双方都再摸一摸对方的情报 我前几天来海南之前 我在北京 见了这个波兰的这个老总统 这个波兰老总统呢 到中国来很亲民 民间外交嘛 北京的一些这个朋友 大家都是穿上西服 然后呢 一本正经的就举行了个盛大的晚宴 我有机会跟这个波兰总统交了一些私下的话题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德国过去对波兰做过什么 波兰人肯定有印象 波兰对俄罗斯没好印象 那现在波兰人对德国怎么样 德国现在如果到波兰去主军 德国现在如果增加经费 德国如果他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拿来 变成一个军事预算 军事经费 德国变成一个复苏了的军事强国 你们波兰人什么反应啊 你猜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们恨俄罗斯人 我们也恨以前的德国人 但是现在呢 德国人到我们这来 我觉得现在心里踏实一点 说完了以后他又补充说 当然这是一部分波兰人的看法 你看波兰人很复杂 波兰人曾经跳得很坏 他在欧洲里面所有的国家里面 第一是乌克兰 第二就是波兰 这两个国家跳得很坏 但中间又闹矛盾 因为乌克兰人呢 他这个运粮是通过波兰 通过波兰就一个国际通道嘛 联合国也支持的 但是这个乌克兰人呢 他觉得老子在前方卖命 老子打仗 老子该赚钱 结果他到波兰 他就地又开始卸粮食 卸粮食他又特别调款 他那个粮食特别便宜 一下子就把波兰粮价 冲了个稀里话啦 所以波兰农民就起来革命了 所以战争这个东西 说到底呢 它是利益问题 列宁说过 任何政党 任何个人离开了利益 就要出丑 现在波兰呢 不大容易处理好 内部的这个 错动复杂的关系 而乌克兰内部的利益 也很复杂 我刚看俄乌网有个报道 讲到乌克兰如果战败的话 大量的乌克兰的士兵 这股势力就很难安抚 很难安排 所以呢 有人考虑这件事 考虑的比较深 像您作为联合国 曾经的军事观察员 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乌克兰败了的话 那乌克兰境内的政治制度安排 可能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呢 这个大家讨论的也挺多的 因为乌克兰一旦战败的话 它很可能面临的一个前景 就是国家彻底的被分裂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较流行的 就是东边的一部分 由俄罗斯人站着 西边的一部分呢 则有什么波兰呀 罗马尼亚 这些国家到时候 就会去跟乌克兰 讲自古以来的事了 那么很可能乌克兰 只能最后就剩下 中间的那一点地方 而更为重要的是呢 我觉得是牵扯到 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的 战略目的是什么 这个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 尽管说是不太被人认同 因为我没见别人 怎么说 好像就是我不家寡人 这么认为 就是我始终都觉得 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 原本就是要打一场持有战 为什么呢 如果是速决战打赢的话 它只是占领了乌克兰一部分土地 为此它要付出的 是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抱团 那么实际上就等于 它占了乌克兰的几块地 但是会让欧洲更加紧密的团结 在美国周围去抱美国的大腿 这对于俄罗斯从战略规划上讲 是巨大的失败 但是它如果是打成 现在这样的持久战 慢慢的消磨的话 在消耗的过程中 就能够分化欧洲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波兰的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种分化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知道波兰在欧洲的历史上 一直就是 它不光是在俄乌战争中跳 它实际上在整个欧洲历史上 但凡有波兰这个国家 它就是很跳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军迷们都给它起了一个外号 叫平独正路大波波 叫什么 平独正路 因为它一封面 它号称自己有两大武功 一个是镇压了自己国内的独立势力 这是一大武功 第二个叫平独 正路是因为 这实际上是一个日本的说法 日本管俄国叫陆国 就是甘露的那个路 陆水的那个路 所以说波兰还曾经鼓过俄国 所以就说这是它的两大武功 这个实际上是咱们新浪微博有了以后 七字党的一个玩法 横竖要凑七个步子出来 那么这个国家它的特点就是 你会发现基本上在重大的战略选择上 它一定是选错的 不管是一战之前 还有二战等等 包括现在我们都能看出这点 所以现在波兰也好 就是整个多国家 在俄罗斯的这种消耗下 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效果 一方面他们的经济不如西欧国家好 但是他们离俄罗斯又更近 离俄罗斯更近意味着 如果他们延续原先的那种 全面投靠西方 通过抱美国大腿来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 这种想法 很可能会被粉碎 这个美国如果能卖掉乌克兰 他凭什么不能卖掉波兰 凭什么不能卖掉波罗的海三国 所以他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 政治上的这种重新选择的前景 而我觉得这个恰恰是 俄罗斯通过一场持久的战争 他应该或者说 他希望达到的一个战略目的 因为欧洲如果不分裂 俄罗斯的所谓两头战略 就是一头雇东方 一头雇欧洲 但与此同时传统上 俄罗斯又一直跟欧洲更亲 俄罗斯更愿意觉得自己是个欧洲国家 那么如果欧洲不分裂的话 他雇欧洲这头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因为美国会努力的用各种方式 让欧洲的国家相信 只要有俄罗斯在 你们就没有好日子 那你们就会更紧密的团结在 我周围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波兰有了内部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然后像这个匈牙利 斯洛伐克都已经公开的表达 我们不会再支持这个乌克兰 不但是不给钱不给东西 我们也不会支持他加入北约 而我们想就是如果是放在将近两年 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这样公开的对乌克兰表达反对意见 那是不可想象的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现在有噪音呢 嗡声音 飞机从我的上面飞过去 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 听到这种声音 就像天上飞飞机了 但是您知道 如果这个声音发生在乌克兰 老百姓什么反应 弯了 飞机又来了 所以和平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在和平环境当中生活的久了 我们往往不理解战争的残酷 不管怎么样 我们希望2024年的战争 不要再打下去了 俄乌战争 对双方的老百姓来说 都是一种苦难 中国对乌克兰的局势呢 曾经有过12点和平的主张建议 当时呢 几个方面都表示不满意 但是中国坚持不懈的说 我们一手托两家 大家坐起来 一块喝酒 一块好好谈的 有好好好说 你别来不来就动家伙 但是从俄罗斯的 特别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说 那是因为北约对俄罗斯的这种的一次一次的东扩 致使俄罗斯被迫做出战略反攻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劲儿攒了好长时间了 绝不是三天两头 说结束就结束 这个战争不是过家家 关于这件事情 校尉呢 贡献了他的一些真知灼见 但是我要说 他不代表我的观点 司马会和听 这期到这儿结束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好 我下次请校尉接着跟大家聊 拜拜